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们是以前八十年代那个阶段的嘛 有那些经历和观察 你们的感觉现在的监狱或者中共的一种 对这个异议人士的这种变化 或者你们在里面的那种体会 就是军团人在里面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这个情况是明显的恶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有人在巴提和白宫在探讨 怎么让他们来美国嘛 现在有这个可行性嘛 从美国的角度和中国的内部的角度 可行性有多大啊 谢谢 监狱呢 其实我在的监狱是很不典型 我一直是单身关押 那么而且呢我的关押四年半都是 在我的眼里不能出现别人 别人眼里不能出现我 所以呢这个 而且给看我的人呢 大概就是只有八个人能看见我 一个监狱政委 一个教育科长 还有六个看守 三个看 两个看守一般 两个看守一般 他是这个轮着换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我真的也不知道别的犯人的情况 但是呢 我出来的时候看了一些人的情况 我觉得他物质条件肯定是 比我七六年时候坐牢在北京 是条件要好了 但是七六年坐牢 那时候你像四块双人铺牌 最多是睡三十二个人 那根本不能睡的 就坐在里头 那么后来呢 在监狱服刑期间 那么当然 他的也都超标 就是因为他当时 这个我在的时候 检察院有一个监狱看守所 一个检查条例中间 他又规定了每个人的监舍面积 什么的 那都从来没有达到过 像分管分压 这个也都没有 就是政治办不能跟刑事办 隔一集 小偷呢不能跟盗窃办隔一块 就是他怕不将传递这个犯罪技术 所以他不让 但是呢 这个中国也很少能做到 所以 我对照中国的法律上 中国要是能够兑现 他在监狱中所取诺给国际社会的 就是说司法部的制定 这些法律法规的话 中国的监狱可以是个很文明的地方 但是实际上呢 他根本从来没有做到 那么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要看各个监狱的实际体 比如像先华他们呆的锦州监狱 那还是全国模范监狱 他和山东一个监狱 那全国两个 因为他的锦州监狱的那个监狱 就是后来我载着老改局局长 杜中兴就是锦州监狱的监狱上出去的 那么他那个地方 所以王丹也放在锦州监狱 也是在那个地方扶得行 他是往一些 那是个共产党守练王牌监狱 那么这个监狱呢 据我们那的看守 看我就说那个监狱和山东的监狱条件好 为什么他们有钱 他说呢像严谨家也没有钱 就要跟犯人嘴里抢食 那个犯人就 因为他没有收拾弹 看守还是什么都想要 那个监狱又穷嘛 那个地方人贿赂也没多少钱 就贿赂看守 都是一些这个老弱病残的犯人在那 好多都是家里不要的犯人 所以这个这样的话 就使得那个地方的看守呢 囚粮本来就不多 还要从犯人嘴里抠食 这个呢还跟呢 这个但是呢实际上有人说呢 这个玉丽呢是跟其他的官有些不一样 他实际上如果要对你好呢 可以非常 比如像我的本来监管方案非常严 但即使这样那个看守 仍然比如他要 他想这个 对我比较好的时候 他可以把酒啊什么都带进来 给我喝 这都是严重违规的 抓着是要严重处分的 但一点都不妨碍他们在干这些事情 他们干就干了 也有人给我比方还带花 你看那个小B就什么 他出去给小B吃顿饭 然后把我的情况告他们 有时候把他们的收音机悄悄拿进来 然后我听美国之音呢 什么之类的 其实这个各个地方的要求不一样 中国反正就那么一个 腐败的要命的地方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什么都可能 但是什么都不容易 我想他这个中间有时间的差别 在据我所看到的那些材料 在八九之前 那些所谓政治犯在建筑中的待遇就在改善 就是主要是预防他们就不那么恶劣 因为那和整个政治气候有关系 刚跟六四发生的时候 那些抓进去的领袖们 待遇也不错 就是 因为打很多 当时那个抵抗太大了 很多监狱管理人 都可以同情这些领袖们 而且很多人还认为 这些人过两天就会成为英雄 也就认为这事 翻案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那段时间呢 至少在有些地方 对于这些领袖级的人物 是一般来说 你看那些报道 他们自己讲说 好像都不是那么恶劣 那当然就因而异了 如果你不是这一集的 如果遇到那一集的 他不这么看这件事情 他就对你可以非常恶劣 那么到现在 这十来二十年的 我觉得它是普遍的恶化 它是普遍的恶化 尽管物质条件 比较那就好 要改善很多 但而且它现在恶化呢 它这个是特别有很强的针对性 就对谁谁就会特别恶劣 而这里呢很明显 反正除了当事人本身 因为当事人本身有时候性格 有时候你的应对方式 也可能造成一些 有的人就比较 比如监狱人 他们就顶得比较凶 有的人他那边就会整你 反正他可以随便整你 他性子来了 但这种可能性不太多 多的就是上次有一些人 对某些人特别记恨 那么他从刑期上不能给你判的太多 因为那个都是面上的东西 所以他就用一些 字面外的东西 法外的东西来施暴 这个是六次之后 我觉得是特别恶劣的一种 因为六次之后 你毕竟这些政策 在国际上媒体都要曝光 审判大家多少都看得见 你都要公布一些东西 那么明显有些事 你不可能判太重的罪行 不可能判太重的罪行 那么他怎么办呢 就加强了虐待的这个程度 所以我觉得这一年 像我们知道那些事情 像彭鸣那些事情 就显然一样 包括刘小波这个事情 本来我还一直以为 以刘小波的这个名气 跟诺贝尔讲 他怎么会 他的待遇 肯定要比一般的犯人待遇 要好得多 那结果呢 你可以看出他 他在某一方面 就比别人还更恶劣 那中美之间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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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